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杰推开教堂的大门 蹦蹦跳跳地下了台阶 外面的空气充满自由的感觉 也充满雨的气息 雨落在小杰的身上 衬衫变得斑斑点点 雨滴在小杰的鼻子上 咕噜着滑落了下来 小杰赶紧躲到奶奶的雨伞下 她问奶奶 下这么大的雨 我们为什么还要等巴士 奶奶没有直接回答她的问题 只是轻轻地说 树也会口渴的 你没有看见那棵大树正在用吸管喝水吗 小杰看了很久 但她并没有看到奶奶说的吸管呢 等车的时候 小杰看见雨滴聚集在花瓣上 看见雨水啪哒啪哒地打在附近一辆车子的挡风玻璃上 小杰的朋友科尔比爬进了那辆车 转头对小杰挥了挥手 然后就和她的爸爸开车走了 小杰问 奶奶 为什么我们家没有车呢 宝贝啊 我们为什么需要车呢 我们已经有一辆会喷火的巴士了 还有司机丹尼斯先生 他总是为你表演好玩的魔术 我说的对吗 这时候 巴士嘎吱一声停在他们的面前 好像一位年迈的老人 他叹着气松垮下来 悠悠晃晃地甩开了门 丹尼斯先生一边问 一边从小杰的耳朵后变出了一枚硬币 呦 瞧瞧 这是什么 他把它放在小杰的手心上 奶奶哈哈大笑起来 推着小杰走了进去 他们坐在右排最前面的座位上 对面的一位男士正在调吉他的弦 一位戴着头巾的老婆婆 手里抱着一只装了蝴蝶的罐子 奶奶热情地跟每个人打招呼 微笑着说 小吴好 您好 他让小杰也跟着这样做 小杰 觉得打招呼 巴士缓缓地向前开动 走走停停 奶奶一边织毛衣 一边哼着歌 小杰又问奶奶 为什么我们总是昨晚礼拜就要去那里 密格尔和科尔比他们都不用去 我真定他们遗憾 他们都没有机会见到波波和太阳镜先生 哦 对了 我还听说 特里可惜买了一顶新帽子呢 小杰却望着窗外 觉得很不开心 他看着两旁的车子呼啸而过 一群男孩子骑着自行车在路边 跳上跳下的 一位先生牵着一只斑点狗摸索着上了车 小杰把位子让给了他 奶奶 为什么那个人看不见吗 宝宝啊 你知道什么叫看见吗 有些人他是用耳朵来看世界的 就在这时候 那位男士深深地吸了口气 的确 鼻子也可以哦 夫人 您今天擦的香水 味道很高雅呢 奶奶紧紧地握了一下她的手 大声地爽朗地笑了起来 接着 上来了两个大男孩 小杰的目光一直跟随他们走到巴士的后面 小杰说 奶奶 我也好想要一个随身听 像他们那样的 奶奶放下手里正在织的毛衣 你对面可就坐着一位演奏家呀 为什么你不问问 他是否能为我们演奏一曲 还没等小杰开口呢 吉他手已经开始拨弄琴弦 唱起了歌 那位盲人先生自言自语道 好好感受音乐的魔力吧 奶奶也跟着闭上了眼 我喜欢闭着眼睛听 小杰和那只斑点狗也闭上了眼睛 黑暗中乘着音乐的翅膀 小杰仿佛离开了巴士 离开了这座繁忙的城市 他看到落日的余晖 随着海浪翻滚 看到老鹰一家 在天空中翱翔 还看到老婆婆的蝴蝶 在月光下自由地飞舞 小杰快乐地沉醉在月声当中 这乐声让他产生了奇妙的感觉 演奏结束了 小杰睁开眼睛 车上的每个人都鼓起掌来 包括那两个站在后面的男孩 奶奶撇了一眼小杰手中的硬币 小杰会议地把硬币投进男士的帽子里 就在这时候 斯基丹尼斯先生大喊一声 我说 市场街最后一站到了 小杰和奶奶走下车 打量着周围的环境 破破烂烂的人行道 坏掉的门 窗户上的涂鸦 和用木板封住的商店 他抓住奶奶的手 奶奶 为什么这里总是那么脏啊 可奶奶笑了笑 她指着天空 no 小杰 有时候啊 当你身处尘土之中 反而更能体会 什么是美好 你看 好好地看看 小杰看见一道美丽的彩虹 横跨在爱心厨房的上方 他不明白 为什么奶奶总是能够在他想不到的地方 发现美好的事物 他又环顾了下四周 看到一辆巴士消失在拐角 看到破旧的路灯 散发着明亮的光 还有墙上一只流浪猫移动的身影 小杰看到窗内很多熟悉的面孔 奶奶 我很高兴 我们又来到这里了 小杰以为奶奶会哈哈大笑 但是她没有 她拍拍小杰的头 说 我也很高兴 小杰 咱们开始帮忙吧 市场街最后一站 这是小杰和奶奶要去的终点站 这个地方 是给那些穷人和无家可归者 开设的爱心厨房 小杰的月门已经一扫而空了 她终于明白 有时候 身处尘土之中 才更容易发现美 而真正的快乐 是给予 而非索取 这个故事和作者 马特·德拉培尼亚的一段经历有关 小的时候 她是在美国和墨西哥边界的工人阶级区 长大的 小时候 她的爸爸每天早上五点起床 她的妈妈要想尽办法维持生计 她们拥有的从来不多 但是她们尽其所能 认真地生活 所以这个故事 是要告诉我们 有时候 你如何看世界 是得有人教你 那个教你看世界的人 他是谁呢 在美国和墨西哥边界的一段经历 他在美国和墨西哥边界的一段经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